你多麼多麼的想把它收服 不再把它放出來 就是這種感覺 歡迎收看今天的 好家隆利貢 沒錯 久違的外景 終於又可以到外面來去拍攝了 但是 剛好啦 你們有沒有發現很怪 因為這一次我的麥克風又忘了開 所以這個聲音又厚 好險我是戴著口罩 你們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這一次那個網友介紹來這個 髒話吃這個 酒奔日式燒肉 他很屌喔 打說什麼 彰化版烏馬 到底有沒有這麼屌呢 讓我們一探究竟吧 Let's go 來啦我們剛好今天請到了什麼 這是刀肉界公道服 還是做過燒肉店的烤爐 然後我們今天剛好吃到今天 很屌耶 我們在彰化套就是什麼 彰化版的烏馬 好那我們今天來吃吃看 我們從一開始 烏馬就要什麼 吃得燙 拿一下拿一下 水OK 對 比起烏馬來說就少了一點蔥花 對不對 因為他們號稱自己什麼 評價版 對啊 所以一定要用烏馬的等級來看 我覺得這個湯喝得出 應該是熬煮的吧 不是雞粉 不是雞湯塊那種 因為我都不會口渴喔 少了一點蔥花 少了一點蔥花 更換人之以外 其實這個很safe 他說 號稱評價版烏馬 可是菜單上來其實我們看 一點也不評價 29883的號餐 其實是說多評價 我方比 因為我們前陣在評價版這三個字先倒 那搞不好很好吃啊 我來吃吃看凱撒沙怎麼樣 凱撒沙是用買的還是 對就是公版的凱撒沙 全世界的凱撒沙都會長得一模一樣 好酷喔 除非它的菜板很爛 其實可以啦我覺得菜就是夠新鮮 吃到它基本上就是菜夠脆 就好了 有一個地方可以改進 來來講講講講 除非它可以炸過 變比較酥脆 好 會比較有味道 就像燒肉鋒劍一樣 我今天是進來吃飯還進來開店的 吃飯大烤一下 這是雙醬牛 其實滿甜的耶 上面有一些燒肉的醬 因為肉的話我只吃下去就覺得好吃 因為你之前切過肉 你也看過肉的部位 對肉比較了解 這個肉是真的 因為這樣烤的好吃就是好吃 所以你這段在講體厲害就對了 可以搭配這個 昆布鹽或是燒肉醬的鹽 加昆布鹽更厲害 欸為什麼 鹽會提出肉的味道 有點鹹 好適合 我讓這邊吃 我們即將要配酥肉 謝謝 抓到我們的 謝謝 怎麼這麼好 招待 那這一段可能要講 我剛剛超重講 我就自己超重 不行 我們私立的樣子 我們燦爛的樣子 已經記錄到了 補拍 好啦我們直接吃這個 給專業的烤 專業的烤 鵝牛 可以了 我跟你講 肉這個本身更厲害 鵝牛是不是厲害到他的油 跟他的肉分不一比 對 它咬下去的那個油的香味 跟肉的那個紮實感 有喔 今天沒有想到什麼吃的 對 就講油 你好意思出來發脾也就講油 對 還今天有打手啊 我講對不對 你吃一口 這個肉應該是有點用心的肉 有用心 好不好的肉是吃得出來的 隔牛啊 單吃 其實那個牛的那個香味就散出來了 我覺得櫻桃鴨應該很厲害 櫻桃鴨也不用烤太瘦嗎 不用吃 很認真耶 不認真 你覺得要加醬嗎 要 這樣要加一下那個莊家的皮 其實它咬下去很來勁耶 因為那個皮啊 其實沒有客氣去剝 在阿信它烤過之後 它的皮帶有點焦香 然後配合櫻桃鴨本身的 比較有那個嚼勁這個肉的口感 因為它切得很薄 所以它也不會說不會很柴 而且我也沒有加醬 其實它還是偏甜耶 加上你的烤功之後 也顛覆這個我們的想像 我們把櫻桃鴨昇華 再來 雞藥 換雞 雞藥是什麼 它要放綿綿 為什麼 雞是中間它比較厚 那雞是不是也是全下 因為它烤很久 對 它會比較久 所以現在就要放綿綿 它這個是 豬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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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 不是 在我們問的時候 他忙出來講 你烤完我們業配一樣 這個光是肉質感覺就差了 好像是比較沈一樣 很厚 除了 旁邊豬鞋水 就可以翻面 喔真的喔 對 所以還沒出水 歇睡前 都不要翻面 有沒有 喔 金黃酥脆耶 剛好就那一面就整個熟了 我直接單吃它幹什麼 這豬超好吃的 我就不用加醬 因為它上面其實胡椒鹽 它上面有調味了啦 然後阿鑑烤得就剛好 它沒有把胡椒鹽烤到 整個都炒回大了 它那個味道剛好提出來 這個口感上 軟綿的豬肉 而且它被吃的肉 甜味也非常非常夠 沒有那種肉臭味 豬 怕吃到什麼 它完全沒有耶 豬你吃吃看 自己吃吃看 中條會吃 直接吃 怎麼樣 它豬上是厚鞋梅花豬 它是肉很紮實 因為我覺得它的豬也很經典 它的豬滿的比牛還嚇人耶 因為豬其實是我們這個套餐裡面 最不起眼的東西 為什麼 梅花豬厚 這是豬厚的耶 對 所以吃起來其實偏軟嫩的感覺 對 它就有點真實 然後加上你的烤工 絕 等一下在誇獎你的時候 好像比較謙虛一點 那雞咧 這個雞怎麼樣 其實這個雞應該是 一大一雞就是本身的那個香味料料 但是我覺得一個 非常厲害的是我吃到這邊 我覺得它的肉質 給的肉 都還不錯 實在啊 對著其他的價格 還不知道 看有沒有招待我還要去 我們不能用招待也算 可是其實這個雞其實OK 其實我覺得在燒肉裡面 就比較沒那麼突出 跟豬跟牛逼的 對 我覺得 可是它就是很安全 你是整隻雞啦 你是整隻雞啦 因為我們是公道服 因為我們硬講出 這隻雞多屌 我們也講不出來 但這隻雞就是安安全全 每一口你吃下去 都覺得是幸福的雞 是好吃的雞 我覺得點全豬套餐 其實也會好吃喔 它這個豬 我感覺跟牛很像耶 跟牛一樣好吃耶 吃起來沒什麼豬味耶 沒什麼豬味 它肉的甜味 咬進去啊 它的甜會甚至 慢慢的 塞進去你的喉頭那邊 有層次 我連喉頭都感受了 就是喔 頭頭高潮 頭頭高潮 你今天好練哥 你有多高潮啊 如果他們也要講 對答得起 我覺得現在 撐得過喔 還是我們問點 還是個烏麻 我問你喔 不是人家說這件是 平價版烏麻 你有聽過這個串宴嗎 有有蠻多餞 蠻多餞的這樣講 裝潢 然後 那個雞湯 那邊也很像 也是一個空架子這樣 你自己吃也蠻喜歡的 還不錯 還不錯 我隨便問問一下而已 我覺得像我吃到這邊 我覺得以套餐的價格來說 其實三個人 一個人大概一千塊錢 我覺得 價位來說 它不是太便宜的價格 可是吃到現在 你會覺得心甘情願說 好像可以 有啦 你一千塊吃到 類烏麻的效果 OK啦 其實價格差不多 對啊這個也一千塊 但是其實你是彰化的朋友 就不用特別跑來烏麻 可是如果你有剛好來到彰化裡面來 或是北部 南部來 裝不完 其實可以講 我覺得可以吃飯 你能想像嗎 好像是真的是一頭 輸在你的味蕾上奔跑 然後衝撞到你的胃裡面 你多麼多麼的想把它收服 不再把它放出來 所以這種感覺 騙頭講出來了 換你先吃看 小肥牛你吃看 我先吃下去 我烤了好幾 其實還好 重就是要怎麼配著 什麼生菜或泡菜 也有 也比較容易 重嗎 因為加了泡菜之後 它多了一個酸味的口感 它會油膩去掉 對 它去油膩的膩感之後 又多了一個口感上的變化 這一道加泡菜好吃 加這個油蔥我反而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它太多東西 都有油蔥在我裡面 油蔥其實泥的話 已經有點膩掉了 那你加了一個這個之後 欸 清新脫薯 謝謝 謝謝 他主張我們要了喔 泡菜 他主張我們要泡菜 這泡菜是真的不用錢加的喔 我問一下 有啦 40塊啦 他那個頂頭就有天王喔 就是 對啊 生菜 剛剛那是清新多屬 就是化龍天津 因為我們生菜好吃 代表它用的菜一定好 這個菜的甜味啊 你看 跟那個肉吃起來 因為那個冰冰涼涼 然後吃進去在嘴巴裡面 感覺很舒服耶 然後有一種 燒肉吃到嘴巴裡面去的 舒服幸福的感覺 吃吃看吃吃看 這一口咬下去 喔 那聲音 是不是 是 嘎酥脆的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說了這個生菜 其實就可以不要中和掉 它的那個比較肥的油脂 韓國不是有一個 就是他們的醬 就要吃到它旁邊那個 有滴瓜 哇欸 酷耶 就是一口這樣進去 沒有包在一起 冰猴巴裡面 這是冰的 這是冰的 欸有倡議 冰猴巴裡面有倡議 欸那蝦子 你會烤嗎 可以 我幫你撥 你也會不用手撥可 夾子撥啊 小意思啊 烏馬的超招你會 烏馬椒的 那看不到會不會 他們這邊沒有在幫忙 是嗎 不知道有欸 你們的海鮮的話 有用茶子撥可嗎 你也會 那你撥一次啊 你撥一次啊 那你這樣可以幫我們撥一次嗎 因為他說到這還會啊 我保證真的會來假會 你不想要喝什麼 欸 欸 那喝水就好了 我喝水就可以了 沒有關係 好 好 怎麼好意思 怎麼好意思 你看出來拍真的很驚奇喔 所有這種事情 有啊 其實我覺得出來拍還多一份冷情味 真的啊 他看到我們幫他們介紹 他們也會回禮一下 但是他們不知道我們講話很殘忍 他們不知道我們講的都是壞人 他一直在旁邊醒 他一直在看我們怎麼講 沒有 因為我們其實還是公道 小肥呢 你還沒拿到生菜跟泡菜之間 肉質OK 就比較一般啦 等一下吃海鮮 行不行先吃下去有沒有 混混就知道了 生海大油 天 我好 我以為是台東港鮮撈的耶 他直接咬就鮮了 而且他很彈牙 海鮮彈牙在那邊 彈牙 就是新鮮啊 他烤的那個皮啊 還是有這種 微微的那個炭香 跟他海鮮的那個 非常鮮甜的那個味道之外 這好棒 這不用加任何的東西 我覺得他食材其實給肉非常棒 然後攻擊找到地方攻擊 整天之下攻擊 我硬講我找到 我就抓那個小肥牛蛋 那我問一個中華禮 謝謝 不錯耶 爆檸檬一個巴士喔 會點會點 我會點 蝦神明星人就看 中間那個沙場 然後再來就是 等一下撥的時候 好不好撥 這樣熟了嗎 基本上就是熟 認真 撥問他 真的喔 還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吃蝦頭 如果不吃蝦頭 那這就打掉了 如果要下蝦頭就烤一下 對 不要像電影了 我剛聽你跳的時候 安威會去冰耶 好來來來我看 真的會嗎 是這樣子撥嗎 我怎麼看起來不太像 對啊 為什麼你撥你把蝦子弄得 感覺很差耶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有對比啦 對啊 總要有一個爛的 應該是扛爛的那個 欸我已經看不下去了耶 我已經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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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撥給我們看嗎 我們在撥的時候我們會撥一下 這樣 你會折一下嗎 對啊 脫個屁子 為什麼你不是說你會撥 你剛剛講那麼大聲 不管我教的 你把這個給你加喔 你把這個給你加喔 看不下去了啦 會 他們撥一下 因為他有那個很關鍵 這個就順暢脫了 這蝦子有沒有烤得剛剛好 沒有 是不是烤得剛剛好 對啊 對啊 你烤功還是在啦 我小練部 剛剛好但是你撥得很爛啊 啊你還在撥喔 怎麼可以多用手 我跟你講啊 討典也不是店員 我好像刻住你三次了 我再烤一下對不對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原來是不是差不多 沒有啊 因為那個很髒耶 你不要跟我換喔 你不要跟我同樣換 我要吃它撥的 這蝦新鮮的啦 又不會粉 又彈牙 而且不用加醬又很甜 那我們今天這個 那個三餅已經吃完了耶 輕鬆玩世 輕輕鬆鬆吃完這個 最後一個我們這個 它跟大使這個很多東西 大家都有我們單拍啦 因為我們是看到人家推薦 彰化版的烏馬 這個是沒有愧對 沒有愧對這五個字對不對 是評價版還是 彰化評價版烏馬 其實我覺得啦 就這個字眼來說啦 我覺得它不算過分 對得起這個 對得起這個字眼 它如果要打手 這是彰化的烏馬的話 跟烏馬單拍的話 我覺得我 就是吃哪一個 我就覺得 都OK好吃 我覺得這個網友推薦 這次算是也是成功 喜歡吃燒肉的朋友啊 然後也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彰化這件叫做 九分燒肉 其實還不錯 然後價值記得來預約 剛剛他們店員推薦說 如果你喜歡吃牛的話 他們一個全牛的套餐 其實來說是更好吃 然後我們吃的這個是 有牛有豬的這個套餐 三個人是 2980 要不要一成 一個人大概一千塊錢 其實我覺得吃起來是OK啦 我覺得對得起他 以這個價格跟食材 吃起來是非常OK的 然後如果你們還有什麼 好吃的燒肉餐廳 餐酒館 或是冷凍料理 不知道歡迎留言 是否認識我們 歐加龍尼共美食餐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請開啟小鈴鐺按摩